雲林農業博覽會在今天登場 主場館是位在湖尾舊空軍基地 這個廣達18公頃的農博公園 分成了六大主題館 值得一廣 超大的生態水池 有豐富的水生植物 還有這個伸展台 用不鏽桿堆疊出不規則造型 在陽光照射下格外耀眼 管達18公頃大的農博公園 分成六大展覽館 搭建過程也利用縮死攝影來記錄 我們整個農博基地的建築的概念 都是用低碳環保的材料來做的 像我們每個館都希望 它是可以拆解後可以再利用的 所以我們用了很大量的貨櫃 然後我們在地的網是青鋼架 這個創業樂園地景區 主要是利用紙箱 天年城 農敏總統府 等專制藝術 來象徵以農業為主的雲林縣 還有百變拼磚車展覽館 打造可以上上下海 是一個種地形車款 充分展現農村生活的智慧 我覺得它不是印象中的那種傳統農村 它已經是一種有加設像現代設計感的 我覺得是收巷回到我們的童年 所以那種感覺非常好 18公頃大的龍博公園 位在雲林湖偉舊空軍訓練基地 以前是台塘甘蔗園 現在變成這幅美麗景象 雲縣府希望透過六大展覽館 將生態環保藝術之美傳遞給民眾 火覽會展期從25號開始到明年3月6號 並結合雲林美食、農特產品和在地文創 希望吸引更多遊客前來雲林 記得我喜歡雲林報導